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酷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 女人手掌财酷说明她们非富即贵 可能出生局大富大贵的人家 即便自己不努力 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 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 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 四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 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 说明她们永久富贵命 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 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 她们很聪明 归人员相当不错 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 总是能够获取前沿的商业资讯 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 知道该如何钱生钱 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 五 指甲圆有红 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 且色泽红润的话 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 整个人气血充足 精力非常的旺盛 无论干什么 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 整理女人大多个性都非常的严谨 做事认真负责 而且善于打理钱财 善于经营 又不会胡乱花钱 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一身财运横通 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 全家人都能够熟悉 大吉大利 六 长厚 指无缝 在相续中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较为厚的话 这种人大多是属于贵人之格 属于难得的富贵首相 若是在家上 手指间的缝隙小 看上去胡缝的话 这令女人大多数的钱财能力非常强 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 单人也比较的诚恳 身边的贵人较多 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 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 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容易发大财 而且一身的运势平稳 不会出现大起大度 必定能够服务双全 七 左右双段掌 一般来说 女人掌有段掌是不太好的 因为大多段掌的人 都是单手段掌文 若是女人的双指 皆是段掌文的话 这类女人大多是性格技巧 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 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客服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类女人性格坚硬 做事坚持 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 不仅不会客服 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 可以希望丈夫的事业裁育 家中自然也是裁员滚滚 能够招财尽宝 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 富的流油 八 掌心凹陷 掌心凹陷的女人 天生富闺蜜 财运好 能得到祖辈的帮助 拥有这样的手向的女人 一般出生的家庭都比较富裕 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身的 一出生就注定是衣食无忧 得到众人的喜爱 优越的家庭条件 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 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 有家庭做后退 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 只要自己努力认真 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 加上祖辈的恩惠 一生的资产 不仅丰厚且稳定 这样的女人 如果结婚 能给丈夫带来好财运 同时也会得到 丈夫公婆的宠爱 婚前婚后都非常的幸福 受万人的恩宠 此乃多福之人 九 手掌后事 手掌后事的人 无论是男女命运都不错 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 一般手掌后事的女人 事业运势都比较好 她们有事业心 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 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 为人处事冤滑 所以在单位里边 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 如果家庭富裕的 就算是走后边 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 让下边的人心服口服 如果是家事一般的 也很快会发家致富 就算是白手起家 也能够很快在事业上 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 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 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 比较固执 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 都很有兴趣 这也是她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 十 手指圆润 手指圆润的女人 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 在手相学里边 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 大多是福气都很好 而且家大家大 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 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 就连同性 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征服 这样的女人未来一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 同时她们勤奋简朴 懂得体谅别人 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 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 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 天塌下来都不会怕 因为有她们帮忙顶镇 此外她们的祖先比较有钱 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 就算结婚也能够得到娘家的帮助 非常兴趣 二 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 一 食指上有三条纹 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 叫做指节纹 如果指节纹有三条 则叫做三约纹 如果食指上有三约纹的话 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 婚后生活富足无忧 有个会赚钱的老公 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 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 二 手掌钱财稳度 钱财稳指的是 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席线 也称为底财稳 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稳度 说明她们钱财来源渠道特别广 工资收入非常稳定 政府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 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 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 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 金盒绝对十分可观 三 两条玉柱纹 手上有两条玉柱纹 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 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 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 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 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有钱 她们可以想子女的福气 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 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 要保持淡定的心态 不可欣喜若狂 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 四 新新闻 在小指下方的水星秋处出现 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 横财可得 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 可想子女之福 五 黑子闻 当你的手心中有黑子闻时 你会因为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 而出类麻醉 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 当然自然握拳时 黑子闻正好 须正好在拳头内 六 公印闻 公印闻因其向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功证而得名 手上中有公印闻的人 是以从事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较多的行业和工作 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 其玉贵闻 玉贵闻起于前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手上上有玉贵闻的人 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地 善于记 人缘好 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搬扶 顾问从事业务 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 八 祖币闻 祖币闻过迷思议 说明 有此闻者根基不错 因应得长辈之金币 继承祖业而发财 及富翁代之类也 此手闻 启徐 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九 锦字纹 在石子下方的木星秋处 出现锦字纹 石字纹之类的说明 命主 在事业上将有较大的影响力 并且会因此而获得巨大的残富 十 田子纹 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 出现田子纹 口字纹等之类 田子纹说明 命主比较适宜从事 住住房产 土地 土产 矿业等行业 而口字纹则说明 比较适合从事培训 咨询 律须 等行业 并因此而发财 十一 豪宅文 豪宅文位于 无名指的下方 在天文县的上方 又称金房子 有此闻者 必发亿万之财 多路径财 亿换行业经营 经营集团公司等 好了 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